我请教明老师 长江大汉事实上要人命 而且还在恶化 还在发展的过程 事实上国际媒体追踪传出来 习近平可能出访沙吾地阿拉伯 那华尔街日报还说 这个普习两人9月份 在中亚也会有会面 所以现在外界推估这样的时序 很有可能江湖传说的 习近平的这个连任20大 可能在今年的10月份召开 应该是 因为否则它是没有出国的把握的 照过去的这个习惯来说 它没有把握的话 它不会去做 我们现在其实重点在 我们看到就是 中共这段时间发布了很多消息 看起来习近平会一两串的出访 大家很惊讶 你过去就停了两年 他上次出去是2020年1月份了 也就是两年半多了 上次去缅甸国事访问 那么后来两年都没出国 当然基本的解释是 而因为疫情等等 其实我们看就是 还有内部的不稳定的因素 那现在为什么 好像会还没开 20还没开 发出一系列消息 它出国访问房 这里房那里 我们得回头看一件事情 也就是 我们在研究这问题之后 我们常常在找一个趋势出来 这趋势一旦确立之后 我们在观察 这趋势什么地方出现了变动 譬如说 他过去两年多没有出国 那理论上 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他不出国 好 那现在如果说 这个原因消失了 他要出国了 那我们就要看 为什么他要出来 出去这些地方 然后去做什么 我们把的话 倒回来来看 各位回头想一下 我们在这节目当中 多次跟大家讲 中共是内外交困 内的部分 我先不说了 我们就说外的部分 外的部分 它碰到哪些困难呢 美国对它的贸易战 然后美中关系开始恶化 然后美日关系开始恶化 然后海警法 然后战狼外交 澳英美的同盟 然后北约欧盟等等 大家都去警告他 说你不能动台湾 你不能干什么 然后你不能去帮俄罗斯 然后又干什么 最后呢 出动一大堆战舰到亚洲来 然后又进行军事演习 所以在大家这样子围攻 或是环绕地压迫中共情况下 我们看见点就是 中共的外交是空前的孤立 它自己也晓得 可是战狼外交 或使得孤立变得越来越加恶化 所以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它要这样走下去吗 还是它在某一点上 它得扭转回来 我们一直在问这件事 现在我们看见扭转迹象了 虽然还没有实现 但消息出来了 那么也就是 它也意识到 我的这套外交呢 是有点问题的 那过去呢 如果说我为了疫情 或为了跟美国对抗 那我咬了牙拼拼到这一步 到什么时候 我得先告一段落呢 譬如说 第一个突破点 应该就是 我的下个人情稳固之后 我才敢追动 所以你刚刚讲是 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推估 它在十月份的会应该开完 然后放心可以出去了 应该是 也就是如果它正常成情的话 那这个推论是成立的 好 我们假设它成立 那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消息呢 刚才你提到了 我们把它讲详细点 第一 华尔街日报也有消息出来 习近平九月中 要到乌兹别克去开会 开什么会呢 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峰会 上海合作组织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以中国城市命名的一个国际条约 或者国际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包含了中亚这些国家 包含了俄国 包含这些国家在内 包含中共在内 所以对它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 对它而言 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 在这会议上面 它碰什么人呢 第一个传出消息 就是见普京 然后包括巴基斯坦 印度 土耳其这国家都会参加 然后也有消息说 习近平会跟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单独会面 这是第一组消息 第二个消息 就是在这个之前 稍微找一点点 但后来我们没有看到后续的 说他要去拜访沙兹地阿拉伯 然后我们上次也谈到 很快谈了一下 说沙兹地阿拉伯 据说接待习近平的规格要高很多 但是上次接待拜登 相对比较冷落 当然沙兹地跟美国之间 有些摩擦 那另外一回事 但是习近平访问沙兹地阿拉伯 这消息出来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就是刚刚讲的 11月20号 11月中下旬 大概在16、7号左右 他参加集团体 据说要跟拜登会面 然后再来 这两天发布消息 说日本的外务大臣外相林方正 在接受日经亚洲专访的时候就讲 我们现在正在跟中国方面磋商 我们看是不是9月中旬 大家听清楚啊 9月中旬 在中日双方关系正常化的 50周年的时候 岸田要跟习近平要会面 岸田跟习近平会面 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大事情 但是日本国内引发了很大的冲突 因为大家觉得 在上次台海危机当中 中共有五颗飞弹发进了我们的EEZ 结果你的岸田的反应太软弱 然后后面你没有用 没有更强硬的谈话 包括你跟裴洛西来讲的时候 也只是轻毛淡血讲了一句 然后甚至不是把这个 中共驻日本的大使叫来 当面痛骂或当面抗议 你只打电话 所有这些东西都太过软弱 而你现在9月份还去跟他见面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消息说 而且是林芳正亲口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 我们看一个非常 即将要非常活跃的 习近平的外交旋风 我们看见这件事情 所以对比过去两年多来的 他的不出访 跟现在看起来一系列的外交行程 说明什么事情呢 应该是他觉得 外交上面受到了很大的孤立 他又有问题了 要改身更张 如果我们把这眼光再放圆一点点 我们还看见什么呢 今年现在是8月份 大概三四个月前 我们谈过这件事情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去访问所罗门 然后也在当地开了几个国家的会议 开的虽然不很顺利 也就很多国家呢 并没有签那个共同声明 但是个别国家 还是跟王毅签出的东西 谁呢 所罗门 所罗门跟他签了个安全协议 那当然他没有公开这个协议的内容 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这个协议同意这个中共 在所罗门出现任何动荡的时候 可以跟中共要求 中共可以派维安部队或派维克部队来帮忙 我们是听到这消息的 假设这是真的话 那表示中共有意愿 然后所罗门也同意 让中共的相对的军事力量 进了这区以来 所罗门的总理呢 叫苏加瓦瑞 他居然呢 不断地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把这个协议呢 把它描绘成一个条约 那也就是所罗门这位总理呢 对中共的援助 中共的帮忙呢 他的期待比外界想象中高很多 这是同样的 在当地呢 引发了不同的意见 所罗门内部有人反对不说了 然后附近区域呢 就像是九欧国家当中 一些区域国家呢 反对比较激烈 比较这个讲话大声的是斐济 斐济对于这个中共 在当地区的活动呢 是抱有戒心的 也跟美国呢 跟这个澳洲纽西兰呢 也谈过这个问题 他们注意到什么呢 比如说巴布亚新几内亚 那现在大家翻译叫巴布亚新几内亚 简称巴纽 巴纽在当地呢 也是一个比较讲话声音大的国家 巴纽东南部有一个大的一个港口 叫做达鲁 是这个地区的第二大的沿海城市 那这个城市呢 跟中共关系呢 非常密切 中共投资很多 有些报道说 中共对地方已经全面控制 当然我们还不同意的看法 我们只知道就是它深入了这地区 然后对当地有相当的影响力 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这达鲁港 是距离澳洲最近的一个港口 那么也就是在大家在这个 比如说刚刚讲说 英美法这些国家高层在互相激烈竞争的时候 中共不声不响的跑到了太平洋那边去 然后在那地方呢 拉了一些国家 好像从后院呢 想要包抄回来 除了这之外 那现在有记得注意到 他说你再去直接研究后 发现还有别的事情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曾经提过一件事情 菲律宾出来抗议 说中共200艘渔船或民兵船 进了它什么地方去 然后靠近什么岛 然后那半天都没有活动 然后这种抗议 然后最后呢 才勉强撤了几条船出去 然后这菲律宾不断地抗议 后来新闻就慢慢就没有了 现在发现 中共不但对菲律宾做这件事情 中共对澳洲也做这件事情 它将所谓的捕鱼船队呢 摆到那附近 摆到澳洲 摆到菲律宾的这个领海的附近 虽然没有进领海 但是在附近 这些船队在这里呢 动辄几十条 那多则呢上百条 在当地呢 既不捕鱼 也不移动 也就是我就在这地方呢 我没干什么动作 那你说我在监视你吗 我好像要监视你 你说我在干什么 我说我在捕鱼 那大家觉得说 你这个是很奇怪 你在动作在干什么呢 看不懂你在干什么 简单地说 中共已经把他的力量 摆在这地方来测试一下 看你们会怎么反应 然后如果将来什么动作 我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看见的是 当美国在高层 一层层 然后一块一块 在那部署 在围堵中共的时候呢 中共正在设法突围 那最近这一系列动作 一方面就是 他对于美国的外交的封锁 或外交的围堵呢 他开始突围 第二当然最具体的因素 或最现实的因素就是 陪洛西访问台湾 陪洛西访问台湾 中共对台湾进行军事演习 这个动作激怒了欧美国家 所以中共估计 在这个问题上面 将来还会有后续 譬如说什么呢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看起来 日本修宪大概很容易通过 然后日本增加军费 很容易通过 然后如果这两件成真的话 那么几年之内 日本会变成一个军力 非常强大的国家 那中共怎么面对这个 武力上再度崛起的日本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中共对台海 这样的禁逼的时候 对美国而言 它是很大的威胁 如果美国真的认为 台湾这么重要的话 那下一步 台湾政策法 很可能会通过 台湾政策法 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详细说 它是一个非常重磅的 一个法律 这个法律一旦真的成了 然后真的去落实的话 美国跟台湾关系 应该说是党次上的非要 对于中国人 会是盲刺在背 而且台湾会变成一个 美国在亚洲的 怎么说吧 不是北约 但是北约等级的盟友 几乎到这个地步 所以对中国而言 威胁很大 那么中共所有的动作 就是反制 或者预防 这些事情发生 甚至拿着当作 讨价还价的条件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中共在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的确激怒了很多国家 所以现在双方 在外交层面上 你来我往 中共这些动作 不一定是真的动作 它有可能只是 我要将来跟美国去讨价 环境用的筹码 但是我现在必须做出来 不做出来将来 连筹码都没有 所以现在我们把它整理 看起来 大概中共的目标是这样 等到我内政的情势 基本稳固之后 在外交上 我要去突围了 那前面这些 是准备的动作 一旦准备都差不多 到时候我要收割 收割一遍 一方面回到国内 我来赶快开着会 然后完了之后 我再出去出击 所以习近平的目标 大概是针对几个方面 针对美国跟欧洲的 第一个部分就是 美国在亚太会驻军 然后看来这军队会增加 然后美国在亚太 会增加军事演习 美国跟台湾关系 刚刚我们讲了 只要台湾政策法 一旦通过的话 美台的各种关系 会大幅提升 那我要怎么应对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我们讲过的 澳英美同盟 澳英美同盟里面 最核心的部分 是核子潜艇 这核子潜艇再加上 英美的核子潜艇 技术转移给澳洲 我在这节目上讲过 如果他们计算 时间来不及的话 美国的下一个方案 一定是租借法案 利用非常相对的价格 把它比较好的 这潜水艇 租借给澳洲 我说如果来不及的话 美国还有第三个方案 就是我直接把陈迷 进入澳洲 所以我们一步步看 那现在我们看到 租借法案的消息 已经出来了 那中共怎么面对 那这是澳洲的部分 北约跟欧盟 最近也针对中共的动作 做了很多讲话 也做一些动作 前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讲 我们讲 去年 也就是前年 我们不是讲吗 2020年 我们讲 我们说2021年 南海跟西太平洋 会非常热闹 会有多国的航空母舰 来到这地方 实现了 所以今年我们可以再说 如果情势不变的话 今年到明年 南海地区 跟西太平洋地区 也会非常热闹 多国的战舰会来 多个国家 会进行对抗性军事演习 那现在我们看到 更新的消息了 就这两天 上个礼拜我们来讲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德国的空军 主要组队 来到亚洲参加演习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法国的空军 也准备组队 来亚洲参加演习 接着这些呢 就必然是 各个国家的海军舰艇 开始巡航亚太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 如果你中共 重的再大的话 美国跟台湾的军事合作 会进一步提升 不但在军售方面 不但在情报交流上面 在具体的战术 甚至战场上一些动作呢 我们都看到 美台之间配合会提升 所以中共怎么面对 这个问题 它在想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它的很多外交的动作 应该这样看 虚虚实实 有些是真的 比如说我去谈石油 去谈反美 有些是假的 我是拿来当个筹码 跟美国交换用的 但有些东西是很真实的 比如说刚才讲的 对美国的台湾政策法 你要怎么处理 再下个针对日本 美日安保的强化 现在已经确定了 日本增加军费 大家确定了 然后日本会建军 大家确定了 但是有几样东西 中国认为是可以谈的 第一 你日本到底会不会参加 澳英美同盟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跟你谈的问题 第二 我是不是可以说服你日本 在四方会谈的事情上 推进上面 你缓一缓 第一 不要实体化 第二不要扩大化 第三 不要军事化 虽然这个是日本放出的消息 那么也就是 美日在不断加征 它对中共的外交 跟军事压力的时候 中共也必须有所回应 再下一步 除了回应这些国家之后 还有一个国家 我们必须类有考虑 俄国 今天我们看俄国问题就是 乌克兰战争怎么打 或打成什么样子 然后将来俄国打赢打输 会到什么地步了 乌克兰会不会割地了 会不会求和等等 中共当然想这东西 但是中共想更多的 中共想的是 乌克兰战争打完之后 俄国即便打赢 它一定会衰弱 它要估算 它衰弱到什么程度 然后它的衰弱 会不会加深对我的依赖 我要怎么运用这依赖 这是大国在想的问题 台湾不会想 台湾想战争打完了 然后粮食继续运出了 然后原材运出 我们那会做生意 不是 大国想要是战略布局 所以中共会想 乌克兰战争打完 俄国一定衰弱 那我要怎么对付 这个衰弱俄国 我是不是能够吸纳俄罗斯 将来来对抗美国 然后我在一带一路 前面推出去的时候 被俄国挡住 现在是不是能够 再往前推进 然后能够突破 一直走到欧洲去 最后一个问题 中共现在正做了 这么多努力 我们刚才帮它 大概整理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它的外交突围上的一些努力 那能不能成功呢 应该这样说 不是没有成功的机会 但是以现在的条件来看 不太容易 因为欧美国家 跟日本跟印度 对中共的担心 不只是战术上的担心 已经达到了战略上的担心 而这个战略上担心 一旦结构化之后 你要改变 非常不容易 他们现在已经说出来了 我们看见了中共 是一个挑战国际秩序 挑战普世价值 第一步是要夺取台湾 然后挑战亚洲霸权的 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大家觉得说 能够轻易让步吗 是 中共可以拉拢一些小国家 可以从你的后院上 都帮你削弱 但是这小国家 可以提供基地 可以提供初级资源 但这小国家是不能提供战力的 美国的这些盟友们 都是可以提供战力的 你不要说别人 台湾对美国而言 也是可以提供战力的 所以中共外交突围呢 我们认为 目前看起来成功机会不大 但是讨价还价的空间很大 重点是美国不能上当 不能签对台湾的第四公报 好 我们稍后回来 感谢观看